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来 上班迟到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 到了办公室以后 这位经理如同吃了火药一般 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几封昨天在下班时便已经嘱咐秘书寄出的信件后 更加生气的他将秘书叫了进来 劈头就是一阵痛骂 秘书小姐被骂得有些莫名其妙 更感觉委屈不已 他拿着未寄出的信件 走到了前台小姐的面前 也是一通狠皮 为什么昨天没有提醒我 还有这么多的信件需要寄出 前台小姐大早上挨了上司的批评 心情恶劣至极 于是 便找到公司里职位最低的清洁工并集体发挥 对清洁工的工作进行了没头没脑的批评 一连拽生力剧色的指责 让清洁工的心情立即坏了起来 但是 他却没有人可以骂 他只好憋着一肚子嫩气 下班回到家后 清洁工看到了自己正在上初中的儿子 正坐在沙发里看电视 客厅里满是他乱丢的衣服 书包与零食 当下 抓住机会 将儿子狠狠地教育了一头 儿子切得连心爱的动画片也不看了 愤愤不平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看到家里的那只大懒猫正盘踞在自己的书桌底下 一时弄上心头 儿子狠狠一脚 将可怜的猫耳踢得圆圆的 没有犯下任何错误 却无辜遭殃的猫 在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便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踢猫效应 人的不满情绪与糟糕的心情 往往会随着自己的人际交往不断扩散出去 并会形成模糊或清晰的全地链条 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有人曾言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人一旦被情绪左右 就会变得失去心智 我们往往被情绪所控制 殊不知 你的情绪里隐藏着你的人生 预示着你的未来 以下是一些避免个人受到负面情绪传染的方法 一 掌控自我情绪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受到他人行为的控制 而是让自己学会锻炼自我情绪 找出令自己的情绪变得不好的原因 并对其进行努力排除 有时候 你会无法判断 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 你便应该首先接受它 然后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日常生活中 我们最常使用的自我暗示 就是自我鼓励 三国赤壁之战中 曹操中了周宇的离间之计 以为蔡毛和张远是敌军的间谍 怒不可遏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曹操 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下令斩杀蔡毛张远两员水军大将 造成卫军数十万水军 没有专业的水军将领指挥 军队作战是黎瑞姐 最后在赤壁之战中 曹操大败 二 避免与坏情绪结在一起 当你看到某人脸色不佳时 则可以推断出 目前此人正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下 此时 你最好对他进行回避 以免自己的某些不轻易行为 引爆他的不良情绪 更避免让自己受到 其封面情绪的影响 三 意识到 向他人发现坏情绪的恶劣性 在日常生活当中 人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首先应该提高自我修养 不管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家庭里 都应该让自己保持群体观念 而当你拥有了坏情绪时 周围的欢乐气氛 将会帮助你中断自我不良情绪 人是一种很容易 接受心理爱事的动物 那不妨通过心理爱事告诉自己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而就在这转捏异想的同时 也许就会设身处地地 站在对方的角度 并会为对方寻找一个可能的理由 及时地和对方做一个换位思考 这时也就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对不良情绪就适时地做了一个很好的疏导和化解 同时也就避免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四 善于把握情绪关键时刻 人的情绪可以分为两个关键时刻 一个是早起后 一个是晚睡前 若你可以把握好这两个情绪关键时刻 在这两个时间段内保持良好的情绪 你便很容易获得一天的好心情 我们现在既然知道T貌效应应该杜绝或者减少 但行动起来总是难以控制 这就是个人修炼的方法 逼着建议通过三步法来减少T貌效应 从自身做起 避免自己的情绪不稳定 也减少对他人的负面影响 共同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五 运动和音乐是很好的放松手段 放松是一件可以学习 并有效应对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的方法 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籍 常常以气神丹田开头 其实说的是腹式呼吸的放松法 你可以请教身边的音乐老师 瑜伽教练 心理咨询师 他们都有很好的训练方法 寻子云 怒不过多 喜不过语 切莫因愤怒而随意处罚他人 因开心而随意奖励他人 人生在世 要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有做到控制情绪 才能掌控其他事物 所谓情商 便是一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 常言道 心灵则置身 置身则事成 一个人若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即使能力再大 也是徒劳 人在愤怒时 内心情绪起伏大 此时智商为负数 容易丧失自我 只有内心宁静方的产生智慧 拥有智慧才能创造奇迹 控制情绪是我们为人主持的智慧 更是最好的养生 人们常说 气大伤身 对于情绪的自身 我们不能任期放纵 而是学会如何去控制 高晓松也曾在《奇葩说》中表示 被网友言语辱骂后 他从来都不生气 如果骂人能让网友变快乐 那么他就当自己被骂是在做慈善 你才说 获得真正自由的方法 是要学会自我控制 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状态 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 丧失自由 所以那些精神自由 保持独立思考的人 也正是擅长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了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理性 控制自己的情绪上 而不是影响我们情绪的人身上 一天之中 人的情绪会有很多次起伏 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我们会感受到身边的风景 一切都是那么的优美 产生坏情绪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因此而怨天尤人 不自觉地挑身边人的毛病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 好与不好 都是自我情绪作用的结果 好的时候 让自己坦然面对 坏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积极面对 千万不要将自己的负面情绪 轻易传染给他人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轻易受到他人的负面影响 更不要让自己的负面情绪 外泄给他人 这就是成书的表现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严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 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